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友編輯部正向報的節目 錄音的時間2021年2月7日 這裡是我Raymond Wong 還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將齊抗疫評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之餘 還要留住正常人的聲音 現在有一些非常極端的Key Law 他們想奪去正常人這三個字 非常狗X 這節目開始就要講講全球口罩升級的商機 為什麼呢 其實這宗新聞呢 現在可能已經是過過的 九天前我們已經想錄的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時間錄這次節目 大概是九天之前 美國的專家就走出來講 就叫大家 現在那些口罩要升級了 就不可以只是用 因為美國現在有很多人在用那些爛鬼布口罩嘛 嗯 那有些專家就出來說 現在是時候買中國KN95 或者美國N95的口罩 嗯 那現在美國的官員當然是想保住這個N95和KN95的供應 留給那些前線工作人員 嗯 但是現在他們說呢 就現在應該是時候 那些專家 又是時候再升級的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病毒變異呢 就看起來傳播力就厲害了很多 那大家都是要是時候就升級了那些口罩 那最初呢 福奇這傢伙呢 就說要戴兩個口罩的 為什麼呢 就是兩個口罩呢 就應該那個過濾呢 能力呢 就好過一個 那就戴兩個啦 但是其實 就是他一說這件事情 就被人說他講話沒有科學根據 因為 你戴兩個爛鬼口罩呢 都是那個過濾力都是不夠的 那有些人就出來講啦 就說要 那現在應該好像學歐洲那樣 歐洲呢 全部公眾啊 都要用這個 醫療級口罩的啦 其他的那些不行 就用Dark那樣 那其實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發現了那些變異新冠呢 估計呢 就是那個傳播力呢 是大增七成啊 那就知道 那現在 新加坡和這個 南韓呢 就是有供應給 就是這些國民一些 高質量的口罩 但是當然啦 美國佬啊 歐洲呢 就自己顧自己的 其實就 就是 這些政府就做不足的了 很坦白說 那香港都送了一些同心口罩給香港市民啦 嗯 那就是當然 同心口罩呢 我們自己都認識的一些朋友啦 就說好像底褲啊 什麼什麼什麼啊 其實原來 其實原來特朗普呢 他都曾經想試過 做底褲的工廠 美國 因為他自己還有做底褲的工廠嘛 那叫那些美國底褲工廠呢 就改造這個口罩的 原來特朗普在位的時候已經想過這件事的了 嗯 但是呢 現在爆出來呢 就說 當時呢 阿琛他想了這條計劃出來的時候呢 他那些薄料呢 就說不行喔 那些人說 那些口罩似底褲就掛掉 就沒有人用了 一樣 然後結果就索色不做了 就是阿琛呢 他就是這些斬腳趾鼻沙寵的人嘛 就是有些什麼問題都好 最重要是不要樣子醜醜 他寧願愚蠢蠢 入了市坑當茶居 都好過樣子醜醜的 是 那現在 阿福奇就 和以前不同了 就醒神了很多 你看到他 但是他 就是這樣說 他說 就是戴兩個口罩 這個是common sense 就是常識 這樣 那其實就 CDC就 講了給他聽 就說 不要戴兩個口罩 那CDC的話 就是 也都沒有建議人戴N95 就是 專家的建議 就和美國醫生又不一樣了 那他說N95有個問題 因為呢 就戴著很不舒服 那 就 會戴到別人暈暈暈 就是說 呼吸都困難 那樣 那所以其實 現在美國這個 建議呢 就莫充一事 不過呢 有一部分的 美國人呢 已經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 他們就開始 升級他們自己的口罩 提高他們的防護 因為那個新冠變異呢 真是挺可怕的 講起這些數據 來看一看 就 那個傳播力 是厲害了很多 尤其是 南非那個變異 南非那個變異 它厲害到怎樣呢 就是連BNO 祖國這隻是比較多些的 還有說回那個N95口罩 那個通風不好呢 大家記不記得 袁國勇那個 那個鴨仔口罩呢 有些人笑他 其實他那個 就是通風比較好的口罩來的 就不是大錯 只不過太專業了 那現在當然了 就是 阿特朗普他 之前剛才說了 他想找些內褲公司做的 其實他都幾闊老啊 阿特朗普他打算 每間屋呢 都有五個這樣 就是 每個屋啊 每個單位啊 都有五個口罩這樣 不過接著就 沒有了 因為有些投訴就說 太像內褲 其實原來已經做了一些板出來的 太像內褲就沒有搞了 所以你怕壞的政府 就比做事更嚴重 看起來脫脫流流的政府 就算有時候 老實說 看起來像內褲都好 過沒有口罩用 那些人亂這樣說的 香港那些 根本都不像的 不過是那個什麼 Mr.Poon那些人出來的 是亂說的 嗯 那現在美國人都想著 就是有很多人都想著 怎樣 就是提高自己的那個 保護 因為 其實他們都見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死於新冠的人 越來越多了 差不多去到五十萬人了 嗯 其實就很厲害的 不過當然 有些專家就出來說 美國都說 其實一早就應該搞這些口罩了 不是現在才說要升級 就是一早搞的話 那其實 可能就不用死這麼多人 他們那個說法就是 那歐洲現在 連公眾都要 轉用醫療級口罩 也是會增加那個口罩的需求 就是醫療級口罩 那個產能呢 是提升了很多的 但是呢 你說如果全民都是戴醫療級口罩 究竟夠不夠用呢 我是有疑問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裡 買到的那些口罩呢 有很多都不是手術級的 就是當然有手術級 手術級我自己都有幾盒在那頂著 但是我平時都是混合的用 因為這裡其實基本上 我們這裡的人已經不戴口罩了 除了搭這個公共交通之外 那我自己就不搭公共交通 但是我去到公眾地方 我都一定會戴個口罩 尤其是超級市場那些 嗯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社區隱藏性傳播的 其實就是 就是當你知道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太遲了 可能已經惹到到處都是 根據我們之前 就是那個清零之後第一次反彈的經驗 清零之後反彈 一去就是每天幾十宗這樣 是的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一點 其實中國來說這樣就沒那麼擔心 中國的產能真的很厲害 剛剛看到新聞就是一個福建省 口罩日產能量均有八千萬個 日產能很厲害 整個國家 一個省 其實澳洲現在也多了很多做口罩的廠 本地都有了 現在這個19之後 西方自己也要做一些 否則他們就擔心中國 就說擔心中國斷貨 其實我覺得是不會的 但是 也是好的 因為始終要時間去運過來 自己做一做也好 布里斯本現在也有幾間做口罩 現在看到也是 本地生產 都要的 沒辦法 因為這些根本上 應該都是要本地生產才搞得好 因為現在那些旋期很亂 因為那些東西 根本上以前運一個貨櫃 由中國去布里斯本這樣才算 以前可能一個月內一定搞得好 現在三個月都未必搞得好 現在很麻煩 所以有一個 那個維珍尼亞科技大學的工程教授 就說 因為他這個人就叫Lince Ma 他就研究過那些口罩怎樣是有效的 他就說N95當然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沒有N95的話 其實是可以 就是一個普通手術用口罩 在外面再帶多個布口罩 就是好像同心 就是香港同心口罩那些這樣 那就可以令到那個 就是那東西的風險呢 就降到很低的 他說那個作用呢 就好像打疫苗那樣 打疫苗呢 打兩針那個保護就增強了 那戴口罩呢 戴一個手術口罩 然後外面再帶多個銅心 類似 就是說銅心 那些叫做布口罩 那要緊 戴得緊 他就說 那樣是 那個保護呢 就提升一級的了 應該的 其實如果不帶的應該重罰 澳洲都是 早幾天有人就是不帶 就是 就罰了1548元 因為兩次進入 Hobar的機場 即是塔斯曼尼亞機場 都沒有戴口罩 其實那天我 那幾天都回去 應該 不是應該一定是戴口罩 但事實上 有些人就是不自覺的 說回一件事 其實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廢氣口罩 其實我剛剛也收到一個師兄的文章 他就說 墨爾本王家理工大學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我師兄在那裏做 他就說 將0.1%的口罩 混上99%的RCA 即是混凝土再生石料 混在一起 會生產到一種符合道路和人行道 土木工程標準的道路材料 這個我剛剛看到 所以其實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廢物是可以利用的 全球每天都會使用 大概68億個口罩 其實如果這項技術 叫做廣泛使用的話 又不是很貴的 就會令到做工程的材料 都是多個選擇的 用這個方法建造一公里道路 就需要300萬個口罩 相當於減少了93噸的填土垃圾 即是Lanfield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還有研究人員就發現 在混合物加入口罩材料 不單止防止浪費 還可以令到這些材料更加堅硬 試驗結果就發現 這些混合物經得起壓力和內水 沒有降解和變形 所以不斷有些新技術 令到一些廢氣的口罩都可以 從第二個方面去使用 都是一件好事 又要講回戴兩個口罩的做法 現在美國很多醫生都建議這樣做 最初建議這些做法的醫生 就是專門做換肺手術的醫生 其實美國有很多人都做過換肺手術 還有兩個肺換了 他們就在上個月已經有這個建議 建議那些曾經換肺的病人 就戴兩個口罩 那個口罩是 底層就是手術口罩 面層就像童芯那些補口罩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做法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理論呢 就是因為你戴一層那個手術口罩 別人的那些香水味都照樣聞得到的 那如果聞得到那些很小粒的粒子 都可以穿到你的鼻孔那裡 或者落到你的肺那裡 但是當你戴這個布口罩在面上的時候 那你實際上聞到的東西 又會少很多的 就是你吸入的粒子數量就會減少 那所以呢 他們就那時候就開始建議 戴兩個口罩這樣戴 那當然了 現在有些科學家 最主要就是心理學家 那些行為心理學家 他就說呢 一定要 就是建議一定要一致些的 如果不是呢 那些人呢 就會對他們的建議很反感 就是美國其實現在他們在做的事 都是不斷慢慢調整的 那當然了 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候 它調整 是會引起到一部分的人呢 是醒的 基本上就是知道 不可以再亂來的 什麼差都不帶 就是什麼差都不帶的時候 其實就 這個負面影響就太過厲害了 那當然了 還有一些 在這個專業範疇呢 就是衛生的專業範疇的人呢 就說呢 如果你買不到這個 這個手術用口罩做底層的話呢 你是可以轉去用兩個布口罩的 因為原來呢 現在拜登都是戴兩個的 布口罩 是啊 現在看上去 是啊 拜登原來轉了 拜登和賀錦麗 其實都是轉了 用兩個布口罩的 近這幾個星期 哦 是啊 是啊 所以你看到 阿頭呢 一做呢 其實就有個帶頭作用 那現在在 華盛頓那裏呢 有很多人呢 都學了他們 是戴兩個了 布口罩 美國現在為什麼那些人會開始有 接受到戴兩個呢 有部分的人呢 一向戴一個口罩 那他呢 因為現在冬天冷的嘛 那在外面呢 他看到自己 你喝出來的氣呢 一大團水晶器在旁邊的嘛 你看得到的嘛 那但是 戴兩個口罩的話 就可以 完全擋住了 基本上 嗯 還有現在是 現在對新官的認知 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大家是 越來越小心 都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知道變異之後 其實大家都應該盡力 做足安全措施 好像成龍大哥說的 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 那大家 就不要那麼容易拿東西了 我以為你說成龍大哥 哎呀 不要犯天氣 不是天氣男人都犯的錯 他以前是有個廣告 那時候他為什麼會被人笑呢 其實就是 他以前曾經 拍過一個廣告 就叫人用這個安全套 是啊 你不知道 你這麼說我也試一試 不是說笑 他傳了小龍女的那件事出來之後 為什麼有人會笑 覺得他很認呢 其實就是因為 哇原來你自己叫人 拍廣告做安全措施 自己又不做的 這樣 所以才逼了個女兒出來 所以有人就說他被人善的 這個不知道 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楊先生 楊先生呢 就是這樣說的 楊先生就說 那女兒自己爬上去她那裡的 阿大哥呢 是被人老強的 哈哈 有個楊先生真的這樣說的 哦 哈哈 這樣啊 是啊 這個時間其實都差不多 不過 其實究竟一個女士 可不可以老強一個男士呢 是可以的 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的 有些理會 不過我們 以後 可以在沙拉冷氣討論 哈哈 之後有機會在沙拉冷氣討論 因為 我想阿大哥呢 他之後 現在都一定會做些什麼事呢 都會做了安全措施的 經歷過一疫之後 是 還可能要 好像 戴兩個口罩一樣 戴兩個袋 啊 是 哈哈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